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川普 美中经贸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图 专题 美国总统川普罪 新动态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 11月12日 在纽约发表的讲话中对 美中经贸关系的状况做出了新的评估 川普认为 与他上任之前相比 美中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不再能够毫无忌惮地侵占 或者伤害美国的利益 在回顾2016年他上任前的美中经贸关系的时候 那时候 川普说 那个时候 中国很会操弄数字 在许多方面占了美国 很多的便宜 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 对美国全国各地实行 商品倾销 而美国的领导人无所作为 川普幽默地说 这或许是因为 他们不明白中国这些做法 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 川普说 他不责怪中国 哪个国家不想占点便宜呢? 他只是责怪他的前任们 川普说 他的贸易政策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如何对我 我就如何对你 欧 蒙在关税壁垒和其他方面甚至比中国还糟 所以 川普说 他就对欧 蒙采取同样措施 提高对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 对中国也是这样 T How are we only click to viewer? Eat a new image 在一年多的贸易战中 川普说 美国对中 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 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中国在过去几十 年中建立起的供应链开始崩溃 他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盗窃美国之史 产权 就业机会和美国的财富 川普说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川普认 为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习于跟美国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他表示 我们也需要 但我们只需要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定 纽约经济俱乐部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曾经接待过多位美国和外 国的重要领导人 被认为是政要们做出重要政策宣示的地方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 肯尼迪总统 前苏联总统 接近达成 图 播报 弹劾公开秀 川普还能挺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